好,如果出現海嘯,你又不用被人沖了去 那你會捉住電燈柱,還是捉住樹木呢? 好了,那我們看一下海嘯完了之後 有些什麼是留下的? 你會見到樹木真的留得低的 即是捉住樹木是穩陣的 那為什麼捉住樹木是穩陣的呢? 因為它有很多深入地下的根 OK,很多很多根 所以它能夠抓緊泥土,你捉住它就沒事了 好了,根除了捉住泥土之外 之前都說過它用來吸水和吸礦物鹽 究竟根部有什麼特徵令到它吸水吸得這麼好呢?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是否有很多這些 這個就叫根部 上面有很多的我們叫根毛 OK,這個就是根部 這些就是根毛 OK 好了,它有什麼特徵令它可以吸水呢? 主要來說,特徵第一 這個水要進去,是不是? 所以呢,第一個就是 它這些根毛是沒有角質層的 這個表皮沒有角質層 第一,那這些水就可以走進去 OK,第二 這些表皮呢 這些根毛的表皮呢 它們是很薄的 OK,很薄的 嗯,第三 它們呢,是很多 很多 伸延的 OK 向外伸延 就是這些 向外伸延 那就可以增加了表面面積去吸水 OK 第四 如果它要 運輸水分 那又要吸 是不是要均勻呢? 那所以呢 中間呢 又有木質部的 那就可以把水分均勻走 所以我們單看一個根部呢 其實它都有四大結構 幫助它發揮它 運水、吸水的功能 第一 沒有角質層 第二 它的表皮細胞呢 它的壁很薄的 第三 很多向外伸延的 這些 那就增加了吸收水分的表面面積 中間還有木質部去運水 好了 那這些呢 就是那些根毛了 OK 那這個呢 就是它的表皮了 很薄 嗯 好了 根部呢 那我們又看一下 這個呢 嗯 就是它那個 木質部呢 整個十字架這個位 OK 這個呢 我們呢 就叫做皮層 筋的皮層 那就是這些位 看不見到這個位呢 有很多粒粒粒 這些就是澱粉來的 OK 澱粉 我們要講粒 澱粉粒 所以呢 根部是一個好好儲存食物的器官來的 好了 這個是什麼薄啊 啊 我看到有顆星星啊 所以呢 這個是什麼薄啊 這個呢 就是根部來的 還有 我看到這裡呢 就有些根毛啦 還有那個表皮呢 都相當之薄 只有一層細胞那麼薄 所以這個是根部來的 那這個呢 嗯 就是個 什麼部啊 這個 這個是個 都是根部 好了 我們一起做些label了 啊 表皮 很薄 OK 根毛的這裡就看不見了 那跟著呢 這個位 寫下 這個位 我們叫做 皮 塵 那 這顆 猩猩呢 就是木質薄 那顆星星之間的這些位置呢 我們呢 就叫做 人皮捕 成抽的呢 我們呢 就叫做 圍管束 好 就是什麼意思啊 圍管束呢 就是 木質部 加上引皮部 那這個就是根的結構啦 好了 競部呢 中間這個位呢 我們呢 放中間 我們就叫做 水 用來做 用來做 儲存 水分啦 儲存 水分啦 儲存食物啦 OK 那這個位呢 就是木質部 好了 這個位呢 就是人 氣部 好了 OK 成抽呢 我們就叫做 衛 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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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呢 百年 以死的細胞 對 運輸糖就不對 運輸 日夜進行 都是 雙方運向就不對 永遠借向上 嗯 現在就 你想試 印皮布,活細胞胺 運溶基酸,不是,是運借糖 紫在夜間盡,不是,日夜都會 紫作單向運送,不是,是雙向 所以答案呢,就是,A 好了,我們讀完這幾樣東西之後 我們現在就看看,木側部和印皮部 在植物不同位置的分部都很重要 我們先看根部,我們會見到這些圍管束 即是木側部和印皮部,圍管束 它就會位於中央部分的根部 但這個圍管束,一去到徑部 就會分散在外周這個位置 這個圍管束,我們再放大其中一束體 這束,我們會見到 這個木側部就放在中間 然後這一個就是印皮部,就會放在旁邊 好了,然後去到頁的部分 如果你看到圍管束,我們把它斬開兩半 下面的就是印皮部,上面的就是木側部 如果你有興趣,你想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分部 你就遲些就去WhatsApp問我 好了,現在我們看看這個有一個頁的部分 頁的部分,這個位置就是圍管束 上面這部就是木側部 下面這個笑樣就是印皮部 嗯,是不是對?上木側部下印皮部 好了,如果是競部來講呢 好了,如果是競部來講呢 那麼我們呢,木側部呢 就在裡面的印皮部呢 就在外面記住,印皮部不是這個 印皮部不是這個 所以這幅相指錯了 它應該指入一點,是這個位 考試局呢,就常常都很喜歡 考一些書箱出錯了的圖 那麼我們再說一次 這個是不是印皮啊? 這些不是印皮啊 這些不是印皮部 這個才是印皮部啊 是介乎於這個和這個之間這個位 這個才是印皮部 印皮部,OK? 這個才是印皮部 千萬不要搞錯,出那些幾次 好了,這幅圖有什麼錯啊? 對了,那 不要看這張,這張不漂亮 好了,那 我們再看一看 根部一張很漂亮的照片 根部呢 那個水份吸收 水份吸收 這個就是印皮部 這個地方呢 就是印皮部 四個圓圈 就是這裡 是不是? 零零射射射呢 就有個圈在這裡 這幾個就是印皮部 嗯 好了,那下一樣呢 我們講一下根部的水份吸收 水份吸收 水份吸收和在葉的水份運輸 其實很相似的 好了,那我們首先呢 就要重溫一下 泥土呢 這些地方呢 就有些礦物鹽在這裡 不過呢,濃度呢就很低 那所以呢 我們這個根部這些的表皮細胞呢 它就會主動運輸 用能量 將這些呢 礦物鹽呢 吸軌進來 OK 令到裡面的濃度呢 就很高 越濃呢 就越吸收水 所以呢 這些水呢 就會呢 被滲透吸收了進來 所以吸收了進來之後 現在這條根部 裡面的細胞 那個水細呢 吸收了這麼多水進來 那就吸收了 所以這裏的水細呢 就會變得高了 高了的水細 即是高過誰呢 高過旁邊 OK 高過旁邊 那這些水呢 就會自己呢 滲透了過來 那滲透了過來 這裏的水細又高了 那它又會呢 又會滲透過旁邊 那搞到這裏的水細呢 又高了 那跟著呢 它又會把水呢 推過來啦 那就如指類推啦 一個一個這樣 把水呢 推過來 那跟著 進來這裏呢 就不是滲透了 就搞晶騰軒的力 扯上去啦 好啦 那這文字呢 你們可以呢 就自己呢 再看回這幾點啦 好啦 30題 MC 那你可以先停了那套片啦 做完之後對答案 好啦 構造Y的功能是什麼呀 那首先Y呢 就是木質布來的 運送糖 不對啊 運送水 離開葉片都不對啊 置葉片 保持勁部的硬漲 不是 這個是下一課說的 運輸礦物鹽 對啊 運水就用 純粹混在礦物鹽 儲存澱粉都不是 儲存澱粉呢 就是中間這個位呢 水做的 好 做第七第八條 做完 對答案 滲透作用在哪裏會做啊 好 首先呢 泥土就好稀啦 用主動運輸 吸光進來呢 令到這裏好濃 降低了水勢 那水就會滲透進來 所以1 是滲透啦 好了 滲透了進來 這個位 就會變 吸光了水 不停吸水 不停吸水 那這個位呢 就會變得很稀 水勢又會 上升 高過這個細胞 那水呢 又會湧過來啊 那這裏水勢高了 又會把水 推過來啊 所以2呢 都是滲透 停 好了 這個位 這水 水勢又高啦 推進來啦 跟著3 亦都是滲透 不過4呢 就是蒸彈牽引力了 所以答案就是b 食物處在哪裏呢 我們先做這裏 這個根目 這個呢就是 表皮 這個呢就是水 這個呢就是木側 就是木側 s 好了 食物處在哪裏呢 當然是處在水那裏 所以答案就是r 好了 x做第18題 先做完 做完對答案 嗯 做第18題 跟著呢 這個呢是什麽 一個個圈的 木側 木側有什麽用啊 不是混糖的 混水和礦物鹽的 木側部的口壁都起到支撐的 所以答案就是b 所以